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希望 气压变裂 味道晚点 我去轮易潜落 从前是你我算上一对不活浪漫 这晚却变得妄想 想一开始天性鲜亮 一转身改造的险恶 如你曾为爱守候 到来慢慢地慢慢地破落 一开始总不可开朗 结尾却变得恨最爽 谁人能耐最一起 去求一点一点感觉 感觉 我们的公司已有十多年历史了 看见现在单车熱潮这么热烈 就想搞搞自己品牌的另配件 那就有点特色 如果你的公司可以借这笔贷款给我们 那我们就有多些贷款 可以来发大交 你的想法不错 不过你生产的配件 是否负安全标准要求 这层你可以放心 我们生产的配件 全部都合乎标准要求的 企业的运动员也有用的 那就好了 我会把这些细节加回教学书里面 不过你记得把文件给我 審某结果我会立即通知你 好, 没问题 不用来 姚先生, 又有开车吗? 不是我, 我是朋友而已 我想买这一堆 没事, 谢谢, 拜拜 什么事? 你好, 小小哥, 你喜欢听我的电话吗? 我这个贷款部的主任 为什么要听你的清洁部阿姐的电话呢? 但是我这个清洁部阿姐 有宗公司秘密要告诉你 而且是大单那一只 有多大? 生死全亡, 够大单了吧? 吃神秘秘的干什么? 我今天在办公室 偷听到你老板娘跟我登公子说 这么糟糕? 你应该好好把握这个篤背脊的好机会 就是你立功的好时机 鸟蛋给你了 你怎么要奖赏我才不得? 请你喝东西 不要, 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我不车震的 不用车震… 这件事你一定能够办的 不车震的 走 这件事你答应我确定 你走慢点, 我先撞不撞 你走慢点… 天啊 不移情那里, 我叫你找网站聊天 有没有大猫耍肯下水? 外面的銀行員一聽到是力字高 每個人都立刻說沒興趣 那你馬上說我有問題,是嗎? 我叫你們找大陸的地產商商商談 怎麼樣? 這兩件事要等Martin回來才知道 我不知道你們搞什麼 三會 首先,霍先生… 霍先生 進來 財庫那邊出事嗎? 不是,很順利 其實有另一件事想跟你說 有什麼事要說,我今天已經很煩 可以這麼說 這杯水就是你的 有人就這樣 就是這樣 你喝了我半杯水? 不是我 怎麼說呢? 沒話直說,你不要讓我猜 好的 其實我在外面聽到消息 還沒有證據 不過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昨天有人偷偷地喝完你的水 而你又是最後一個知道的 那好像不是這麼好 Martin,你讓林先生看看我們的選角 林先生 不錯,什麼時候拍攝? 其實導演有一個新構思 把這部電影搞個3D版增加機密 3D?貴啊 沒錯,製作成本是會增加 所以應該一次過拍完續集 初步計算過製作費的預算 大概多五倍左右 有意思 好,玩玩玩 明天叫人TD吵過來 知道了,林先生 謝謝林先生支持 預祝我們的電影叫好叫作 好,我在內地有五十公頃地 打算逐度嫁穿 不過那些朋友說現在內地流行什麼 主題公園、影城 你們就做娛樂事業了 給我一點意見 我覺得搞影城比較有牽頭 不知道你們公司有沒有興趣 跟我再有更進一步的合作呢 可以賺錢的東西當然有興趣 不過這麼大的項目 我想我回去要跟先生商量一下 對的,讓你答應 乾杯 乾杯 出來了 方先生 方太姐借Wonder Eyes拍片 和一些宣傳的明目 在這星期動用了三不過千萬的數目 但是我查過了 最近Wonder Eyes沒有搞定的計劃 所以這些錢… 好,我明白 有關資料剛剛電郵就有文件給你 好 乾杯 這麼晚? 是,我很累,我先去休息 你是不是應該有些事要跟我交代一下 你什麼時候變成那些 滾著老婆去哪裡? 幾點回來老公的? 我今天經常去跟林先生開會 談電影的事,喝了兩杯而已 你去哪裡?我不管 但是你拿公司的錢 去做一些高風險的投資 我就要理會 你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不是重點 重點是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好意扮無生意 畢業成要賺錢來填溶棟 Wonder Eyes要開戲 你也可以貿貿然拿錢 去搞一些低回報的中小企貸款 我去搞高風險投資 都是想幫公司儘快賺錢 幫你解決所有煩惱 好,我有什麼錯? 為什麼你不跟我商量一下? 商量? 方先生,自從你換心之後 我也不知道你做手術的時候 是不是覺得膽子 你說什麼? 你現在做什麼都說不要踩價 一定要守規矩 根本沒膽子去搏,沒有以前的力量 我怎麼敢跟你商量,我去搏這件事 好吧,那現在你有力量了 那結果怎麼樣? 就糟糕了 糟糕了 其實你真的不明白我 我這麼小心是想保護公司 是想保護大家 我做這麼多事 都是想幫你完成你的夢想 是呀,這次我認命 如果不是我貪心 我早一會放些股票的話 我就不會輸,那你呢? 自從你知道畢業成員 賺錢來田融洞之後 你又做過什麼?大慈善家 好了,算了… 只是幾千萬而已,我有辦法 你放心 我虧了他的錢一定會搞定他 老公,我燒了湯,還煮了一碗麵 可以吃了嗎? 我不吃了,剛才和我吃飯很飽 你自己吃吧 你剛下班回來休息一下 我們聊聊天好不好? 聊 俊平,是不是工作真的這麼重要? 你現在也要上班 為什麼?那你沒理由不知道 當債人在身上的時候 就身不由己了 那你知不知道如果兩夫妻 長期缺乏溝通的話 也是有問題的? 那你想我怎麼樣? 我公司工作已經很煩了 可不可以讓我回家 靜靜地做自己的事? 方太太,我朋友在西藏 帶了一塊東蟲草給我 我特地留一刻給你 謝謝你,這麼客氣幹什麼? 其實今天我有事想請教方太太 我會想讓你去一點 我會想想要ир你好 你們多留一千個 我會想要你 想讓人出去 後面 你大約的話 我真的要來 你嗎? 我會想別人 你你會想要我 好嗎? 我不想要我 我會想佔你 說有事 不想要是 全都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吗 那就好了 Helen, 你看有什麼地方需要收拾 記錄下它, 我可以跟廠商商 他們能幫忙 很漂亮, 沒什麼要改 已經非常完美了, 謝謝 不用客氣 這次謝謝你, 還有你爸爸 不用客氣, 我用了一點力氣 既然現在貨版就有了 我們下一步要怎麼樣? Helen, 想放在哪裡買? 我初步打算快拍賣網站 還有在Facebook那裡幫他開專頁 讓朋友發放出去 但其實我最想在品牌店裡 放在那裡寄買 但是我暫時沒有門路 或者我們看看可不可以幫忙 發揮給朋友看他們有沒有興趣訂貨 聽到的包是什麼? 送給小吉的, 單車手套而已 來吧 兒婆 回來了? 是的 月仔在煮飯, 你幫他 好, 我進去做些東西 出來幫他, 你小心點 月仔 來吧 怎麼了?二婆 我膝蓋很痛 你進來,我幫你測試 這裡痛… 這邊呢? 這裡也痛… 我幫你鬆鬆它 好一點,好多了 我肚子餓,你幫我穴仔做點東西吃 還不可以,我有點東西在做 吃飽飯才做吧,去吧,真的很餓 好…那我過去幫忙 你別到處走,再慢慢休息 吃得我喊你 穴仔,小吉來了 他時間吃飯就到了 你打算坐吧?進來幫忙開飯 我知道…派筷子去吧 來,吃飯… 謝謝… 來,吃了 小吉,我有東西送給你 你給我吃飯 穴仔,你說有東西送給小吉 對,我去單車店買了手套給你 買手套? 你聽聽,行不行 好,剛才我拿了手套給你 然後放在盒子裡,接著耳朵進來 你又知道我什麼尺寸? 你有多大,雙手 真的很難捏,小吉 為什麼… 希希,漂亮嗎? 你… 你一樣的? 是,這雙手套… 阿朱送給我的 你真是乖,謝謝你 阿朱,你怎麼拿東西給我呢? 我剛才忘記放在哪裡 我吃完飯就拿給你 不要緊,先吃飯 好,吃飯… 我想先喝一口湯 好,是嗎? 是,好像Helen這裡,真是有點麻煩 現在只有自己去撐牆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散發貨品 全部都教自己朋友 又沒有做廣告就比較困難了 你有沒有想到什麼辦法? 有時間要想的 不要想著,先吃飯 慢慢想一想,天亮都行嗎? 二方,湯 謝謝你,今天真辛苦你了 不辛苦? 其實你剛才說的… 其實是,我覺得你回來還沒洗澡 醫院這麼多細菌,先去洗澡吧 好,我先去洗澡吧 我留菜給你 你們慢慢吃 你給我吃飯 吃飯 對了,小骨怎麼這麼快就走? 你們不談久一點 你先坐下,有什麼沒談? 飯就吃完了,水果也吃完了 電視又陪你看完 難道在這裡過夜嗎? 在這裡過夜好,你要著緊一點 二方,我今天不明白你說什麼 人家行動了,你還要走嗎? 你想追小吉的就快點搜 你說…你說阿芝追小吉? 其實也好 你這麼說法,我怎麼跟你哥哥交代? 你哥哥報夢給我 叫你照顧小吉一生一世 你也說得出這種謊言? 總之我不會追嫂子,被雷劈 對,要不然這樣 哥哥再報夢給你的時候 你跟他說叫他找阿芝 照顧小吉一生一世 哥哥最聽話的 就這樣嗎? 是真的 我叫阿芝,我們叫阿芝 阿芝,我們叫阿芝 女兒當然有要應付你 大家好,我叫嘉嘉,你好 一看就知道模特兒的事 你去PRO進來會否有意思? 不是,我是你的賢奈… 你站住 要不這樣,我還要背後的女人? 沒問題 助理? 不,最多奴才 好… 女兒,今天小妖哥有些東西想送給大家 做事… 做事,分事,來 我拿一些很漂亮的Clutch給大家 這個叫Helen Clutch 是一個香港的設計師設計 來,大家喜歡嗎? 香港設計師?是誰?出不出名的? 挺漂亮的,我只是用名牌 用名牌是不要緊的 你知道嗎? 這個Clutch的背後 是一個有血有淚的故事 這個設計師叫Helen Helen是一個雙殘人士 但她不要因為她有雙殘 而放棄她設計的理想 我知道明天大家有個功能進去 如果拿著這個Clutch的功能 我會跟記者說 這個設計師是雙殘人士 大家很支持弱勢社群 不知道娛樂版師會寫什麼 那我要這個… 我也要… 大家很有外心,真是很有… 歡迎我們一起拍照 好,拍照 拍照 拍完記得放上臉書 好… 要點讚好… 阿戰,幫我們拿機,不客氣 快過來…不要看阿仁 拍… 我還有幾個朋友來 是不是每個人都有送? 行 幸好,上去辦公室拿幾個袋下來 好,老闆 多虧我哄著那些模特兒 如果將來這個袋下載了 我也有功勞 小姐,你有沒有覺得 現在我身上有一股威風 就是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的女人 小姐,小姐,你在哪兒? 不回答我? 聽著了,你不理人 其實你這麼有空 有沒有想過幫我收拾房子呢? 有啊,我經常都在想的 小姐 看你這麼沉悶,做些好東西,你看 來,你看我跟小姐合不合 小姐,你很疼嗎? 很甜蜜,你也不知道 她在Night Shadow 哄得那些女人多開心 每個小妖哥前、小妖哥後 我肯定她月裡無數的 照片還花個萬花筒 你還在中國打過去? 這個世界每個男人都花心 英俊又花心,樣子又花心 當然要挑個帥哥玩玩吧 好,去吧…快去吧 你啊…阮小吉 拜託,你不要太天真 別搞 你知不知道世界 好的男人已經死了,打死我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要你這個臭小子穴斷掉你 我要你貼貼貼貼的愛我一個 我說了七千六百五十六次了 我叫你穿衣服,不要到處扔 不是呀,小嘉,我這個新買的很漂亮 來,看看合不合你 你還來是不是?還要扔你出去嗎? 又是這樣… 對呀,小嘉 最多這樣,我答應你 我快點把小哥弄好之後 我馬上搬到他的家 到時候你就可以自己在這裡了 來,快搬… 我給你照片看,你看你又這樣 我當然要跳舞 我不跳,你很噁心 你快點走,你很噁心 先收拾東西 你看看,吃光了集資,是不是紅了? 讓我放獎Felib 記得把他按讚 最重要是把連結拿出來給人扔袋 一定會 Helen出名了,有人買那些袋 這就有生意,有生意就有錢還 另外公司的小禮可以曝光 最重要是把連結那一隻 兄姐,早安,看藥了 你以為自己是誰? 你只是好意扮財務的一個項目主任 你憑什麼叫公司模特兒幫人做宣傳 你知不知道他們一個人出租的多少錢? 你一句也不就叫公司模特兒幫人做宣傳 公司有什麼損失是不是由你負責? 吃飽了? 吃飽了… 還有,我拜託你做我自己的本份 你只不過負責處理申請貸款 不要踩破戒 你再有下次的話,我就立刻解僱你 Kent說林先生五千萬的筆帳 已經準備好了 這個林先生也挺可愛的 人又爽快,付錢又爽快 這些伴侶應該多找幾個 股票筆帳,我找回明目填回公司 我想只要方先生不追究的話 那些股東應該檢查不到 做得好 對了,你有次跟那個Kent的朋友 不錯了 有些人應該要保持好友的關係 對了,Kent說昨天下午阿玉找方先生之後 方先生就打電話給他叫他檢查數 他懷疑是阿玉把我們拿出來的 但他怎麼知道我們的事? 這層我不知道 不過今早我為了找到 I-Spy模特兒上雜誌這件事 我省了他一環 這個人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你小心點,他現在在方先生 心目中也有些地位 隨時會踩著你上 你這麼為得方先生,輸給他就不值得了 我會小心 今天特地叫小優離開這個會 是因為他負責的中小企貸款 反應非常好 不僅是有潛力的中小企來申請貸款 還幫公司搞免費宣傳 幾本雜誌都拍到我們的模特兒 拿著那個小手袋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客人的作品 幫到那個客人 又幫到我們公司的模特兒 一舉兩得,值得讚賞 這句起步不錯 但是會不會無以為計? 這次我們吸引到 幾本財經雜誌給我們做專訪 我覺得這樣可以持續幫這個項目 做宣傳,應該沒問題 另外有一個意外收穫 這個袋子的設計師Helen 是,他是一個殘障人士 所以引起了社福板 和時尚雜誌和他做專訪 他在訪問裡面 也提到我們公司怎麼幫他 間接可以提升我們公司的形象 沒錯,在這幾個星期 生意壓上升了二十個星 好意扮上一軌道就最好了 做大事的人,目光要放遠一點 幫到人成功,就是等於自己成功 我收到風,有人拿到公司的錢 出去查一宗東西 我想你的風收得不太準確 可能外面的人 看到我們公司最近有危機 想再查幾個而已 不信你們可以查一下數 要不需要叫Kat進來? 因為不用,沒有這件事就最好了 關會 知道了,聊兩句 我趕著去開會,遲些聊 來,又來了,幫幫忙 看看哪件事適合小吉 還有這些我不認識 還有你送這些給小吉做什麼? 謝謝他 謝謝他什麼? 謝謝他點回我內心 當賊那條火 那要送… 隨便看 謝謝 你們看這粒是怎樣? 這個不錯,大大方方鴨後山 小吉?大一萬元 你怕被別人召你去喝咖啡嗎? 我說我送嗎? 你送而已 我當然送的不用喝咖啡的 我送?關什麼事? 怎麼搞的?不關你的事 你是不是追求人的? 追求人的一點誠意也沒有 到底你是否喜歡人的? 喜歡? 喜歡就馬上買了它,馬上送給人 小姐有沒有一些低於四百元的? 小姐 來 想不到你也這麼早到 他要生日,不就是我生日 只差幾分鐘,不就來跟他慶祝一下 我跟哥哥談完了,你跟他談,出去等你 謝謝你經常敗我哥哥 你也知道 每次來都見有債向日愧 哥哥真幸福 其實你們怎麼認識 趕上來也要謝謝你 有關我的事 你記不記得你離開香港之前 避債避了進離島 你哥哥去了找你 剛巧那天我就去了那裡玩 不過也對,哥哥這麼煩,你也這麼煩 我認識遲了,天生一對 你說我,我不介意 不過你別說你哥哥 他是個好人,而且他真的很疼你 好… 好人,好人他做了,壞人我做,好嗎 我最討厭你的態度,總是嬉皮少年 小吉 蝦小姐,為什麼要這麼認真? 如果還有人為你認真的 你應該覺得開心才對 你知道這世界有很多人 從生到死都沒有人重視過 沒有人記得過 我跟你一樣,都是無父無母的人 不過你給我幸福,你還有兒婆 我拜託你,不要再給自己藉口 做一個這麼傻的人 你傷害了自己,也傷害疼你的人 因為他也不是很想要 我認真有其心 你做一個… 你幹什麼… 我這樣… 你有分枉了,怎麼到一家 我剛才說是他很… 喜歡這樣一家 那就是… 我沒做過 你沒事… 适量呀… 實際上不知 我愛你, 我愛你 我喜歡你 我是你哥哥的女朋友 哥哥不在了 你令我重新做人,我希望你也可以 我們可以一起忘記一些不開心的事 重新自己的生活和感情 如果哥哥知道 藝人可以照顧你,給你幸福 他也會很開心 你說什麼? 我看不出你是阿逸還是阿穴 你明白嗎? 你給我時間 我會證明給你看我是認真 我會證明給你 怎麼樣?幫我下來,搞什麼? 你下來就好了,你看看他 他做了一整晚了,一碟飯也沒動過 整個人都下營了 我也不敢過他騷擾他 又不知跟他說什麼 你幫我搞定他 我還想去看你爸爸 有了,要不去就乖乖叫 好吧…我幫你收店,你快回去吧 好吧,那你搞定,做一點實理 好,再見 再見,再見 你沒事吧? 你這麼害怕吧? 你沒事吧,又不是打你 我們收店了 不好意思,妨礙你收店,我買單吃了 你碟飯也沒動過,你真的沒事 有什麼就趕出來吧,看看能否幫到你 你幫不了我吧,不用走,謝謝 你遺漏了一袋東西嗎? 你之前不是跟我說 說你很不喜歡我的,是不是真的? 是呀,我很不喜歡你,我很討厭你 行不行? 那送給你吧,再見 再見 可以啊 還欠著入籍申請我們中小企貸款計劃 這項目看不完 方先生, 你還在煩我上次的事? 上次的事已經搞定了 沒跟這麼多人看 放心, 我沒有 我知道你很努力搞這項目 這麼多的伙計, 你最值得想 那倒是方先生有眼光 批這項目, 我不信 是嗎?我這些能有參與, 永恆… 你這口氣真是朗過油 不過現在的公司真的沒個適合 是你比較適合談 那方太呢?以前他們雙劍合璧的 他好像變成了別人, 完全談不完 女人有時候就這麼煩 不過你別想她是煩, 你就不理她 女人最重要的是重視她 千萬不要怕死前硬打 偶爾就哄她, 聽她的話, 那就沒問題了 你好像很激烈 那商界上你是CEO 哄女界也應該輪到我是CEO 好, 那你覺得有什麼方法可以弄得定我老婆 你在公事上就跟她有吵架 那你就嘗試找一個環境 完全談不到公事, 跟她浪漫一下 最老套的一句 兩夫妻床頭打架就床尾和 好, 你明白的 Mio 是, 方先生 我準備一艘船, 我要跟方太出海 是 老闆下海, 我上山 那些錢收到了, 林先生 謝謝你這麼相信我們 我想這套戲一定會很成功 至於影城那裡 我想我們見面再談 好, 再見 怎麼這麼開心? 我弄好了 弄好了什麼? 虧了那些錢我填回, 還有 畢夜城融洞的那些錢 我想我想到辦法周轉 你不用再這麼擔心 這麼多錢, 你從哪裡找來周轉? 我帶永遠林先生跟他合作搞影城 到時候很多錢都可以就賺 搞影城? 是, 我趕著看剪片, 先走了 慢著… 林先生是什麼人? 搞影城是過億的項目, 你別當傻的 人人做生意都是左手掌握右手掌 何況這個林先生是大馬人 根本不知道大陸的情況 我有信心搞定他 那搞不定不定嗎? 你別管了, 我要見見這個林先生 你跟他說這個項目要好好 Wonder Eyes你交給我負責 我就有權決定, 除非你不相信我 沒意見了吧?那我先走了 好, 請坐 展示怎麼樣? 沒問題 導演什麼時候到? 剛剛他打電話來說關車 就趕回來了 兩位坐 我剪了毛片, 兩位看看 我去拿東西給兩位喝 謝謝 謝謝 我剛才叫你 我們來 пры 這個東西在 nive淋不是說不定 Kenneth, 你讓我VA頂嘛 小心 小心 哥哥, 小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公,你回來了 老公,我幫你按摩 老婆,你怎麼穿成這樣 好嗎?我想給你一個驚喜 知道了,我現在出門了 碼頭見,再見 謝謝你 你去哪裡? 行山 行山?我今天只有一個吃飯 是呀,自己照顧自己 今晚不要等我門,再見 那你慢得開開心點 是 不要乖我 這裡不是我主場 好嗎? 鄧子豐教育,四圖 指南針,電話 魚仔 是 你和小吉去過夜嗎? 過夜只是行山 那就是搞定了 免得跟你說,走吧 搞定它,不然你不要回來 思想真是烏迴 走了 好了,記得搞定它 什麼事? 你看我這條頸 你有點像,你去看這條頸來看看 我一想到我要做什麼 來的就馬上來我家 忽然會理你 你別口齒,答應過 他們的東西,我要自殺給你看 好,死吧 你怎麼搞的? 若人家自己又遲到 好嗎? 小姐,你是不是坐船的? 到時候開船了 不好意思,我朋友還沒到 可不可以多等一會? 班次遲早會被人罵 要不這樣,你打下一班船 又或者進島裡等 等候愛情就像等巴士一樣 人原本有想去的目的地 但是有時候可能等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人就會開始心急,甚至怕寂寞 不想再等,就隨便亂上車 根本不清楚 你上的車會載你去哪裡 在抖架當滿意 沒法分手一杯子 最掛念的你 悲劇而停止 毋庸再想生命一次 你我沒有行 你我沒有行 一起說聲如連意 但這位 跟你 可以 你 你 讓我都 透血 你